终于明白为什么广东南篮倾取山西 看完分析 豁然开朗 网友热议一针见血地指出 比赛是好比赛 裁判还是那么的低水平 山西大外援上篮脱手 落地之后 做了一个打球动作 理线裁判马上行动吹犯规 真的是开眼界 这也能吹 经常没上张浩和张明驰 内线发挥算好了 赵树红和李英博可以打70分 够拼近 完成任务 看广东队比赛 总觉得提心吊胆 每场比赛都有几个主力球员 发挥不行的 说明还是不稳定 徐杰 马上 吴明轩 二飞 张浩佳 杜润旺 有时爆发有时低迷 年轻内线更不用说 通过本场比赛 广东南篮两大问题暴露出来 后卫线上赵锐走了之后 外线防守下降了几档 元帅全场一点压力都没有 广东队四五个内线都是吐饼大王 严峻非同理还有牛 徐杰状态要恢复 沃特斯个人能力很强 需要再和球队磨合 在杜峰手下打球态度都不会有大问题 但是几个内线打了几年 球技都不见长 张明驰说 真的可以放弃了 防守不行就算了 进攻吃空饼还吐出来 这么个大高个随便扣非得上来 虽然苏伟有时候也吐饼 但是比现在广东队几个年轻内线 还是稳了不少 沃特斯一号位外援实力独一档的存在 在NBA有实力打轮换的球员 在CBA太强了 广东队这个赛季实力比上赛季强多了 不过赵锐走了好多了 换了周旗内线还是加强了 但愿球员都能健康地打完比赛 沃特斯传球太骚 出手太快了 阿水接过了马上的节奏大师大吉 两个都是节奏大师 一快一慢 马上年龄大了也大伤过 不然马上还是比水哥厉害 广东这能力 后续再加上周旗回归 确实强 不过广东南篮的防守很挣扎 新人让人真的很无奈 不是数据问题 没有灵性 山西为什么输 就是因为主教练太喜欢自己的队员 张春军和王无恒了 从四川就是你的赢 现在你可真好 还安排首发 出场二十多分钟 得俩分 那张春军现在哪部队都不要 就你愿意用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关注 创作路上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会继续加油的 好